Hello 各位好 这期是我们Apple办公软件三件套的最后一个App了 继续我们的iPhone内置App 我们今天聊Pages文稿 Pages文稿 英文Pages 所以再聊一句翻译 它的中文翻译就是在Pages后面加了文稿两个字 我不再说这个 当然我的内心还是希望它就是Pages 但是我非常支持Apple公司 把它在简体中文的用户当中 加上中文的文稿两个字 跟上期的Numbers如出一辙 所以像上期一样 我希望在Pages这一期 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 Apple的办公软件的发展历史 在聊Apple办公软件的发展历史的时候 我想先让大家思考一个 或者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大名鼎鼎的办公软件 微软公司推出的Office办公软件三件套 它最早是在哪台设备上推出的吗 既然我这么问 你肯定猜到了 难道是在Mac上推出的 其实你听我这个问题 你就会有点松动 因为我问的是在哪台设备上推出的 而微软是一家软件公司 它是不用考虑设备的 在它的眼里 全世界的电脑都是他们家的操作系统 所以它只要在某一个时间点推出一个软件 那么在所有的Windows电脑上都可以运行 什么叫哪台设备 对 这个应该是微软的思路吧 我猜 但其实在1984年的Apple推出第一款Mac电脑 名为Macintosh的时候 在这台电脑的发布会上 微软的CEO Bill Gates 土阳结合了 Bill Gates 然后比尔盖茨 这样才对 英文是英文 中文是中文 参加了这个发布会 然后推出了微软公司 为Apple的Macintosh电脑 奉献的一套办公系统 那就是Office 那个时候就包含了 Word Excel跟Pornpoint的三件套 而后来两家公司分道扬标了以后 微软才把在Mac上开发的这套软件 搬到自家的操作系统 Windows上来 而这段历史是大部分 我起码可以说中国大陆的人 还是不知道的 他们天然会觉得 微软公司那不就是微软的软件吗 而且现在很多的品牌机 都是内置了OEM的微软的Office办公三件套的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这不就是买电脑就该有的东西吗 也正因为这样 很多人就会问 难道Mac电脑上没有吗 它有 但是它有的不是Office 它有的是iWork 所以聊到iWork的历史 其实是跟这一段 前面我讲的那一段是接上的 因为有一段时间 Apple走向没落 走向被卖掉的边缘 其实已经在谈价格了 就是价格没谈拢 也不是价格没谈拢 就是一些细节没有谈拢 这个具体你们自己上网去搜 我这边就不想讲这些 我不擅长讲这个 然后 由于Apple的没落 所以微软逐渐强大起来 它当然也希望把这个产品 搬回到自己的阵营 所以随着Windows一起 它的Office也逐渐霸占了全球的市场 对于Apple来说 当它东山再起的时候 它当然希望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办公软件 因为那个时候微软 让我想一想 那个时候微软也是有Mac上的Office的 一直是有的 但是由于已经是边缘的一个部门 应该不太受重视 因为你Apple自己都没有发展好 你怎么让其他公司的一个 专门开发Apple软件的部门 还备受重视呢 我这么猜 所以当时的Mac版的Office 其实是相当的不好用 这个不好用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太久不去更新的原因 就是五年十年可能都没有更新过 一个大的版本 你能想象吗 就是它跟Windows版的功能 已经差的越来越大 因为当时Mac的销量也不好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Mac就有了自己的办公软件 在最早我记得应该叫 哎呀我还真的 叫Apple Workers 好像是 那个时候还没有iWork 是到蛮后来的 我算一下年份 应该到03年 02年 就跟iPod差不多的那个年代的Mac 才有了iWork iWork前身应该叫Apple Workers 那个也是类似于像这种办公的 可能当时有没有表格我都不知道 那个Apple Workers可能只是一个软件 就是能写写字 有点类似于写字版 但是它又比写字版高级一点 当年我用过的 但由于时间太久了 我也一下子记不得了 但是再往后就是iWork了 那么iWork应该是 Steve Jobs回归之后 所推出的一个办公的产品 它也一直内置在Mac电脑上 然后当iPhone上面能够运行iWork之后 其实iWork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收费的 我还记得当时iWork有一个优势 是它可以单独买某一个软件 就是我用不到表格 我可以不买表格 我只买这个文稿就可以了 还有这样的一个定价策略 而到目前为止 微软也是要买就打个包买 你没办法只买一个软件 再往后 Apple在软件上就全免费了 除了专业软件以外 其他的面向民用的软件就全免费了 办公软件也跟着一起免费了 包括酷约队也是免费了 原来都是应该是收费的 通过这样的转换之后 我们也不再去叫iWork这个名字了 当时想这个名字好像 你看微软是Office 下面有三件套 我们的iWork下面有三件套 iWork也非常适合 Apple的风格 前面一个小写字母i 后面一个Work Work就是办公工作的意思 或者就这个意思 到后来这个软件免费了 并且内置到了 就是也下放到了iPhone和iPad上面以后 就不再去有iWork 像iWork这么叫了 那就是一个软件就是一个软件 是谁就是谁 反正也单独购买 现在也全都免费了 那么目前的iWork 其实正在往一个融合的方面去走 因为希望能够保证 不同的设备之间有相同的体验 这不同的设备 包括iPhone iPad Mac 还有一个千万不要忘了 是iCloud.com 在中国是iCloud.com.cn 这是不同的网址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网址 您可以试试看 中国大陆地区的Apple ID 是没有办法在iCloud.com上面去登录的 你一定要点iCloud.com.cn才能登录 加一个.cn 意味着你是云上贵州 你是跟iCloud.com是分开的 就中国是中国 世界是世界 两回事 那希望能够做到各个平台的统一 所以在刚刚取消iWork这个名称的时候 三大软件分别独立的那个时候 它的功能是下降的 砍掉了很多的功能 就是为了和移动平台做适配 然后再不断的迭代 再变着花样的 把原来已经有的 其实已经有的那些功能 再把它加回来 用另外一种方式加回来 但是这样再加回来 基本上就适配了各个平台 比如说原来就是在Mac上 是所有的功能都有 但是在iPhone和iPad上 就是一个玩具 但是后来咱们先全打回原型 Mac上的也变成了一个小玩具 然后再要加咱们一起加 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到 如果这三款办公软件 有更新的话 它是Mac iPhone iPad一起更新 那iCloud.com和iCloud.com.cn上的更新 好累 是不用你去更新的 就是网站自己更新 你只要登上去就可以了 我还蛮喜欢在网页端去使用的 因为在中国大陆地区 你是没有办法使用 除了iCloud.com.cn以外的 网络的办公平台 当然我不太了解中国本土的 像什么金山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像境外的这种 是没办法用的 只有iCloud.com.cn能用 所以只要你有任意的一个电脑 能有一个网页 你都可以这样的去用 而且登录你的账号 它可以把创建的文稿 直接跟你的App ID同步 所以如果我到了一个朋友家 或者其他人的公司 或者任何地方 它只有一台Windows电脑 其实我用的很简单 我即便它的里面装的有Office 我也不太会用 我一定会打开一个网页 输入iCloud.com 然后输入我的App ID进去 在网页上使用我的办公三件套 那么对于Pages这款软件 本身可聊的不多 所以我专门利用Pages 讲了一下Apple的办公软件的发展历史 那么最后几分钟 我们留给Pages自己 我觉得Pages它的优势是有的 而且我还蛮喜欢的 其实Pages跟Word我全都用过 但是当我熟练使用Pages之后 我就再也回不到Word去了 我知道Word有很多功能 特别是Word有很多功能 比Pages要多得多 特别是像一些树牌文本 对中文特别的友好 比如说你想写那种这样排版的 从右往左看 然后树牌排版的这种中文 因为英文是没有树牌的需求的 只有中文有 所以其实微软在中国的本土化 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这些功能只有Word有 但是我好像想不到什么情况下 我会用到树牌中文 即便是要用树牌 我在Pages上也可以实现 我只要换行就好了 写一个字就换行 写一个字就换行 也可以实现的 但是Word是可以把它直接标出拼音的 好像现在Pages也可以了 但拼音我也不用 所以说我最喜欢Pages的功能 只有一个就叫做段落样式 这个我在本期视频当中不做解释 我考虑之后用一个短视频 看看能不能呈现在一分钟之内 但是如果你足够聪明 手头又有这个工具 我希望大家可以 特别是在Mac电脑上 你一定要去试一下 Pages的段落样式的功能 它的理念 它的写作理念跟Word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从产品设计上去倒推它的思路 因为我即便之前是Apple的员工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不是软件开发层 就是没有必要 我不可能知道这些 我只是在这方面的内容 我只作为一个用户来去倒推 Pages是希望你先去把内容写好 然后再排版再去考虑 它是分开的 而这样的方式我非常的喜欢 所以这样段落样式 就是在你写作的过程当中 你先套用相应的段落样式 来进行输入文字 然后当你输入完了之后 通过改 就是同时改变段落样式 来去快速的刷新你整篇文章 或者整本书的外观 就这么讲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Pages的点睛之笔 大家如果还没有用过的话 一定要试一试 我知道如果没有用过的话 你光听我这么讲很难 因为像这种东西就没有通过虾鼻鼻 去给你让你懂了 一定要通过实操 所以在我还没有出短视频之前 你可以利用Pages的使用手册 然后自己上网找一找 或者自己研究研究 我相信这些都不难 虽然我希望我的观众多一点 我的订阅多一点 但是我仍然希望各位 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想去试一试 千万不要阻止自己这个念头 别等我 那等我来的时候 你再核对一下就好了 好吧 那这个就是本期关于Pages的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 欢迎你的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